连接西雨与白沙的跨海大桥是唯一出入交通药渠 日前传出有跑车将跨海大桥当成竞速场 在桥上竞速炫技 急冲急沙烧胎 造成阵阵白烟 伴随刺耳噪音划破寂静夜空 不仅打扰邻近居民好眠 更对来往车辆构成危险 根据拍下照片与影片的民众爆料 9日凌晨0点30分左右 有一辆红色跑车行驶在澎湖跨海大桥上 居然把马路当成耍帅炫技的场所 进入通梁端加速烧胎 冒出阵阵白烟 在跨海大桥通梁侧的入口 地上超明显的刹车痕 可能有50公尺以上将近100公尺 由于投诉者曾向警方检举 但远警要求直接上网告发 依交通违规处理 有关媒体报导 快大桥乘夜间竞速场 影响行车安全的案件 针对该车辆 我们它目前触犯了 就是违反大陆交通管理处 把条例的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第一款 可罚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三万六千元以下的罚款 那因为目前正值观光旺季 警察局呼吁请各位民众 应该确实遵守交通法规 误从事危险驾车等其他违规行为 另外有关游客在跨海大桥 道路上拍照的这件问题 我们有请主管当会设立那个拍照的警示地点 就是提醒游客一定要在安全的地点来拍照 不要在道路上拍照 以免影响自身跟他人的安全 跨海大桥横跨波涛汹涌的吼门水道 全长两千四百九十四公尺 两端建有半圆形拱门 1986年重建拓宽为双线交通 今年四月西雨曾举办澎湖博杯公路赛 来自台湾赛车队精英齐聚澎湖 不乏千万超跑 此次在跨海大桥飙车的车辆是类似车型 近日内澎湖同时出现三辆 记者 陈荣郁报导